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成吉思汗消灭奶蛮部的时候 在奶蛮部里面有很多反对成吉思汗的力量聚集在那个地方 其中就包括被成吉思汗扎木科他们打败的密尔齐人 这些人也逃到了奶蛮部 在成吉思汗消灭奶蛮部的时候 他们逃跑 密尔齐人逃跑 逃跑以后呢 跑到了什么地方呢 一起跑到了富尔加河的下一个 躲在清查人中间 清查人把他们收留了 这个时候呢 蒙古人就派人到清查人那个地方去 今天我们讲叫印度 你把我们的仇人交出来 清查人就说 有游牧民族的俗语 当鸟躲进了一片林子 躲边于树林 树都会庇护这个鸟 何况我们人们 所以我们不交 他们也不知道蒙古人有多厉害 那么这样呢 成吉思汗就下了 沃河台就下了 那就武力征服 那么征服是怎么样呢 成吉思汗整个家族 每一个儿子 每一个儿子 侄子 叔伯兄弟 驸马公主 每一家的长子 老大 带上你们全部的 不明的十分之二 你有两千人 你就出两百人 你有两万人 你就出两千人 两万人就出四千人 一千人你就出两百人 就长子 带上自己武装的 孙子 去向 这个 西进发 那么 负责 统侠 这次西征的 是什么人呢 是成吉思汗 长子的 儿子 巴渡 参加西征的 有忽必烈的哥哥 蒙哥 后来的元宪忠 有成吉思汗的继承人 袁太宗的儿子 桂游 也就是蒙古的精兵强将 各个家族的长子 全部参加了 那么这次军队 沿着蒙古高原 到达了福尔加河下游 消灭了 清查人的武装 清查人的武装 躲进了离海 蒙古的军队追击而至 追到离海的岛上 那么最后呢 蒙古人的军队 追到了东欧 征服了俄罗斯 各个公国的武装 那么在今天 乌兰这个地方 和热曼的 骑士团的军队 和波兰人 发生了激战 把热曼人打了 又攻入到 匈牙利 攻下了 这个匈牙利的首都 今天的布达佩斯 一直到达今天的 奥地利的边境 那么这样呢 使统治 欧洲大陆的天主教的教皇 感到非常非常至今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任何一支武装 能够从亚洲 能够一直进步到欧洲 所以后来 狂惑的称谓 就是这样开始 那么在 这个拔都率领的 蒙古军队 对西面进行征服的时候 传来了 蒙古的第二个皇帝 沃克坦 死掉的消息 所以拔都呢 就没有继续 向西欧进攻 回到了福尔加戈 下游草原 在这个地方的定居下来 他再也没有回到东方 那么这个 在这里后来建立了一个 蒙古人 统治的国家 我们把它叫做 经常看见 那么这一次远征 我们史学家 通常称为 长子西征 或者称为 拔都西征 它是蒙古 成吉思汉 所留下来的蒙古帝国的土地 一直扩展到了东欧 扩展到了 这个福尔加河 乌拉尔河 上游 整个 比今天俄罗斯的 大部分的地区 在这个 夏 西夏 京 相继灭亡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蒙古人 和 宋 就已经接了 在 山东 淮河下游地区 这个蒙古军队和宋的军队 沿边对峙 就开始了 很长的 很长时期的 这个蒙颂战争 这个当时的 我们讲的中国 在成吉思汉 建立了蒙古国建国以后 中国的情况是 中国的北方 是由金来统治 中国的南方 是 这个 南宋 西南方 是大理 云南这个地方是大理 青藏高原 是土拨 来统治 那么在 这个 乌国台 去世以后 蒙古的武装 已经把 这个 南宋 已经濒临南宋的边境 蒙古人决定 就要继续 消灭 宋的力量 不过他死了以后 经过一个短暂的 他的长子 桂游统治的时期 桂游我们叫做 原定中 时期比较短 然后 就是由 皇位的士系 成吉思汉家里 皇位的士系 转移到 第四个儿子 托雷的家里 那么托雷呢 他的长子 蒙古 沿线中 在拔都的 支持下 夺取了皇位 那么托雷继承皇位之后 托雷家族继承皇位之后 做了两件 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 就是托雷派他的弟弟 最小的弟弟 这个旭列乌 率领蒙古的军队 去 征服亚洲的西部 当时统治亚洲西部的 是 阿拉伯帝国 我们讲的 人类的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帝国 中间有个阿拉伯帝国 阿拉伯帝国留下来的残余的势力 统治了巴格达 那么蒙古 在进攻西域 消灭花辣子摩以后 和巴格达的力量 和阿拉伯帝国 已经接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在离海 沿岸的高山 中间 有一些 信仰伊斯兰教的派别 叫伊斯马英派 他们也不 臣服蒙古 所以蒙古派他的弟弟 去消灭 伊斯马英派 去消灭 巴格达的 阿拉伯帝国 那么这支军队 从蒙古高原 到达新疆 经过中原 经过中亚 最后到达了 亚洲的西部 在1258年 把巴格达给攻下 蒙古军继续向西进攻 占领了叙利亚 还要向埃及进攻 那么当时呢 统治埃及的是 一个王朝 叫马姆路克王朝 那么马姆路克王朝呢 在今天 以色列的北部 古代叫做叙利亚 组织了一支军队 和蒙古军队 率领 这个叙利亚的军队中的统帅 是一个塔塔尔文 叫雀迪不花 这个人过去是战无不胜的 一个长胜将军 但是 他在 这个 叙利亚北部 今天以色列的北部 这个地方叫阿英扎鲁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和马姆路克的军队相遇了 马姆路克军队打了胜仗 这个 蒙古军队打败了 所以最后呢 蒙古在亚洲西部 就到了极限 我们讲到欧洲 由于长子西征 到达了东欧 去那里 波兰 俄罗斯 在亚洲的西部 就到达了 埃及没有能够到 到达了叙利亚 今天以色列的北部 那么 叙利亚原来还准备 组织力量继续 和马姆路克决战 这个时候传来了 蒙古在四川前线 死掉的消息 我们中国的史料说是 蒙古被在四川河洲城下 被弓箭射中 受伤而死 蒙古人自己说的是 生病而死 具体情节我们不知道 反正是四川前线 所以 就没有继续向马姆路克进攻 那么这就是西征 就结束 那么蒙古呢 去世的时候呢 他在前线 什么前线呢 就对宋作战的前线 蒙古自己本人进攻到了四川 由于蒙古的去世 是进攻四川的战役 突然停止了 那么大概 在原县宗 在原县宗蒙古去世一间 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继续讲的 就是忽必烈 消灭南宋 最后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 在成吉思汉 一二零六年 统一中国之前 我们中国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华北 中国的北方 是处于京 统治下 在京之前就是聊 南方 淮河流域 有的时候到山东 这个 这个汉水流域以南 是宋 四川也是宋 这个 青藏默原是土博 甘肃河西走廊以西 是这个 西夏和威吾尔 威吾尔的西面是西流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成吉思汉 统一中国内地的过程呢 他对京的 这个 消灭这个京呢 大体上可以分成 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是 这个 一二一零年 到一二一零年 成吉思汉自己本人 两次率领军队 对京朝靖 把这个京统治的 大片的北方的领土 山东的北部 这个 河北 山西 这个 辽东 包括 京的中都 今天的北京 全部都控制在手里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就是成吉思汉 一二一八年 开始了发动西征的时候 他把对 华北地区的 这个管理 把对继续对京的战争 交给了成吉思汉的 又一万户 一个有名的大将 叫穆华里 穆华里被封为国王 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个阶段 就是成吉思汉 这个 戏征结束以后 他的第三个儿子 袁太从 沃口太 继位以后 那么 重新发动了 对京的征服 现在呢 我们来看 对南方的征服 对南方的征服呢 对宋 实际上也是分两个阶段 完成的 那么 在第一个阶段 就是对蒙古 在蒙古国时期的后期 元宪宗蒙哥 我们前面提到 就是在 这个1250年 皇位 从成吉思汉的第三个儿子 沃口太家里 转到了成吉思汉第四个儿子 那个小儿子脱雷家里 由脱雷的长子 蒙古 继承了皇位 我们后来历史上 把它叫做元宪宗 宪法的剑 那么袁宪宗呢 他有几个很重要的举措 我们前面提到了 他派他的弟弟徐列乌去西征 一直到达了埃及的边境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呢 就是派他的另外一个弟弟 忽必烈 后来的袁氏族南征 到什么地方呢 到大理 今天的云南 那么忽必烈呢 带着军队从六盘山 今天宁夏和甘肃 散甘宁 三省的交界处的六盘山 南下 那么沿着青藏高原的东园 可以说我们今天沿着甘肃 沿着这个横断山脉 一直向下 到达了今天的大理 然后进入云南 把云南平定了 今天在大理 还有一块元代 立的碑 祭 忽必烈 当时还不是元朝的皇帝 当时是一个诸王 率领军队 平定云南的这个市集 今天还是在云南 这是第一 第二 另一位元朝的大将 乌梁哈台 他呢 就是成吉思汉 率领追击花拉紫摩国王 穆罕默德的 那个两位大将之一 宿布台的儿子 他呢 受命南下 去进贡 这个 交址 也就是越南的北方 把这个 从广西进入交址 把越南人打败 打败以后呢 这个 在听到了 蒙哥 1259年在四川 河州城下 死掉的消息 那么这两支部队就 忽必烈和乌梁哈台 都返回了 乌梁哈台从中越边境 经过广西 到达湖南 到潭州 就今天的长沙 然后和忽必烈会合 回到了北方 这个我们讲 征送的 和征服中国南方的 第一阶段